找死金�无的 勇łą 解ок 眼前这个杀罚广恨的女子叫戴儿 是尼鱼街某个制毒贩毒组织的头目 戴儿的制毒原料十分特别 竟是用孩童的身体体炼的 尼鱼街最大黑帮东南亚帮的老大 对她手里的技术十分眼红 于是想要以示压人逼她交出技术 没想到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老大被击毙 手下的小弟自然不能善罢甘休 戴尔虽然坐着轮椅 但走位灵活 不仅闪开了四面八方的攻击 还枪枪击中要害 枪里的子弹打光 单手快速换弹家 接着以轮椅做轴 开始旋转射击 几个呼吸间 就干掉了屋里的全部敌人 戴尔一战成名 一跃成为泥鱼街最具权势的人 然而他不会想到 自己拼命建立起的帝国 却在一夜间被一个男人摧毁 这个男人就是本篇的男主大戒 一个声名显赫的顶级杀手 大戒来到泥鱼街 是为了找一个叫石口的枪将修枪 几天前 大戒在执行一项任务时 本该两枪打死对方 结果并未击中要害 他意识到自己的枪出了问题 于是在墨西哥边境 找到一位顶级修枪将修枪 可对方摆弄了很长时间 也没找到问题所在 于是给他推荐了 日本泥鱼街的石口 可是当大戒找到石口时 对方已经金盆洗手 现在只做钟表维修生意 就在大戒满怀失望的准备离开时 一个小女孩 带着一只破损的手表走了进来 石口一眼看出 手表是他的故人精子的 对方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 石口有心帮他 可心有余而力不足 看了眼还未走的大戒 于是以修枪做交换 请大戒帮忙替他去一探究竟 急于修好爱枪的大戒 无法拒绝 当他跟着女孩 来到精子的藏身处 可惜已经晚了 精子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大戒把女孩带回钟表店 说明情况 然后询问石口打算怎么处理 石口想要报警 可一旦警方介入 他早年贩卖枪支的事就会暴露 也会因为贩卖枪支被抓 而大戒还需要石口修枪 无奈的大戒只能被迫介入 最后通过种种线索 发现精子是被戴尔的人杀的 一天夜里 三名杀手悄悄潜入钟表铺 机警的大戒察觉后 躲在暗中伺机反杀 经过一番搏斗 虽然最后干掉了杀手 但小女孩被抓走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大戒跟小女孩之间产生了情感羁绊 他决定杀入戴尔的老巢 救出小女孩 起料戴尔早有准备 已在门口布下天罗地网 就等大戒来钻 大戒刚到泥鱼街 就遭到打手不封 他果断拔枪射击 打手们前不后继 却被大戒一一秒杀 子弹如雨点般朝大戒飞来 大戒不甘示弱 顶着枪林弹雨 穿梭在人群之中 上演一出万花丛中国 片叶不沾身的好戏 怎奈敌人数量太多 大戒根本打不过来 大戒环顾四周 发现了角落里的煤气罐 大戒一枪打爆煤气罐 剧烈的爆炸 将周围人全部炸死 解决完街上的敌人 大戒总算来到老巢的正门 这里埋伏的 全是训练有素的 雇佣兵和杀手 而且火力强大 大戒一高人胆大 还一边服帽一边射击 这逼让他装的 大戒在黑暗中各种闪避 躲过飞来的攻击 然后进行有效反击 敌人箭奈何不了大戒 于是祭出了威力更大的武器 大戒被火力压制 躲在铁桶后不敢露头 关键时刻 石口开着大巴出现 一个甩尾飘营 大巴停在大戒身前挡住子弹 然后将大戒修好的爱枪丢给他 有了习惯的武器 大戒行动起来更加迅捷 庇佑庇佑 几枪就歼灭了门口的敌人 成功杀进戴尔的老巢 老巢内的枪手更多 大戒来者不惧 灵活走位躲过子弹的同时 一枪一个地收割敌人的生命 经过层层的过关斩将 大戒毫发无伤地来到戴尔面前 戴尔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主 他并没有拿小女孩当挡箭牌 他要跟大戒进行一场公平对决 比一比究竟谁的枪更快 大戒拔枪的速度更快 戴尔的身体被子弹击中 巨大的冲击力 使他撞碎身后的玻璃 坠下高楼狗袋 事后大戒把小女孩带回钟表店 交给石口抚养 故事就此结束 感谢观看